穿紅色商衣信仲 頭戴安全帽 來到高雄鳳山區這一間宮廟 點了一整把住香 就好像是插秧般 一根根慢慢的把香插進香爐 不時還往外看有沒有人來 不一會兒香爐被插滿香 信仲離開 但沒多久再度出現 只見他很快速的 把廟門關起來繼續點 這次更誇張了 兩隻手一起插 還吃了供桌上的糖果 香也不可能一次點 那麼多支插香爐 廟也有廟的規定 太無聊了 不然就是有可能就是 久久才來拜一次之類的 他就差很多 其他項客猜測 點香信仲是從事 特殊的宗教儀式嗎 還是太久沒來一次點多一點 但其實宮廟拜拜點香 廟方有立牌 本如一炷香 但他沒照做 每次都是趁著上午六七點鐘 廟方還沒來上班 一點就是一大把 一大把跟點生活一樣 都是說一炷香而已 但是他就是點整把 整把你萬一燒到手 不然因為香 沒香他就不太大 信仲點香 像是插秧般插香爐 天天來還制止不聽 廟方不堪騎擾 最後只好把香給藏起來 信仲找不到 再也沒出現 也讓廟方可以鬆了一口氣 三十五 拖用全紅束珠 高雄報導